好看呢 五色覺醒 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我們來看到NCC的綜藝名單 底定了 現在呢 這個陳耀祥再次的槓上立委們 NCC人事角力的提名名單 終於出爐了 那麼現在翁伯宗續任 並且提名為主委 好 四個人的名單 首先看到是NCC的副主委翁伯宗提名為主委 傳播學者陳炳宏提名為副主委 還有包含了羅惠文 以及詹毅蓮 這是NCC事業管理處的處長詹毅蓮 以及世新傳播管理系的助理教授羅惠文 現在都揭曉了 那麼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民眾黨團就來批評了民進黨毫無反省 居然將禁電式避案當中通風報信的翁伯宗 現在身為主委 NCC主委不該淪為綠媒集團的小弟 而顯然民進黨早就把黨政軍退出媒體都拋在腦後了 還有立委徐玉珍就認為說 說在這個爭議的部分 爭議人選一個不解 行政院執意把這些人送來審查 是故意要把他們當成炮灰嗎 為什麼呢 不等卓榮泰就任之後再提名 到底是誰在後頭下指導其 非得在政權交接之前 就送到立院來審查 而在這個立委賴士堡讓看到這樣的名單之後表示 無法讓人期待未來NCC可以獨立客觀行使職權 而再次的屈服於民進黨後面的那隻黑手 好 現在可以看到在這個部分呢 大家對於這個名單 那麼周時新網也表示 再也應該做的是除非無盡 別再陷入行使同意權的迷思裡頭 反倒是留給NCC一線的商機 現在在這個部分藍白聯手成立 靜電室的調閱專案小組 那麼也要求10天之內要提供相關的資料 但是呢卻遭到拒絕 這23項當中 你哪一個可以哪一個不可以 為什麼你不認定呢 包委員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重要議案先確定 我們可以來認定嘛 重要議案 我們在開會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 重要議案是包括63條之內的重要議案 所以你既然還指責 我們調的通通都是重要議案 我沒有指責 跟媒體有關人民有關的 當然都是重要議案啊 所以我跟你講你既然可以認定 那為什麼你不認定 什麼可以給 什麼不能給 為什麼通通不給 你不要玩滑論滑 逃避擺爛 不要成為有史以來NCC的主委是最爛的爛官 NCC的這個隨靜電室調閱小組 是經過交通委員會 決議要求他來提供資料 但是你會發現陳耀祥 他就把自己變身為大法官 然後呢 拒不提供相關的資料 一則是心虛 二則是傲慢 然後今天的整個備詢過程當中 你也發現他完全不針對問題回答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藐視國會跟踐踏國會的做法 那我們幾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我們也就特別提案要予譴責 並且會請求移送監察院 好看到呢立法院的司法及法制江戶委員會 召開了會議針對NCC的組織法進行審查 結果你看到呢不到十分鐘 主委陳耀祥跟立委們就發生了衝突 那麼立委質詢到底誰決定要拒絕提供靜電室的資料 好他就說行政事務我自己決定啊 這樣一個態度也讓大家認為太誇張了 直接就來回嗆 你可以看到呢這個立委林郭成 還有謝文介就認為這個態度不佳 氣得拍桌怒吼不要太誇張 本院交通委員會啊 成立靜電室B1案調院小組NCC回覆 拒絕提供資料 我們沒有拒絕了 請問是誰給你的指示 沒有這個我們沒有拒絕 我們只是公文說請離心那個中央夜市 好這個公文這樣回覆是誰給你的指示 這是我自己決定的 你自己決定的 NCC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嗎 來看一下你今天的書面報告第二頁 看一下書面報告第二頁 本會採多數決決誤證物啊 這件事情是你陳耀祥一個人可以決定的嗎 提供這些相關是屬於行政事務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在做個行政事務大部分 你直接啊把整個NCC拉起來跟立法院對幹 結果竟然是你個人的決定 我再問一次啊 我再問一次啊 NCC是何一致還是首長制 是何一致 何一致還有行政 何一致有行政事務啊 這個是行政事務嗎 這本來就是行政事務啊 這個叫行政事務 提供資料什麼不是行政事務 你拿整個NCC跟立法院對幹 這個資料我們讓委員通過啊 今天讓大家看到 看到什麼 我們NCC 哪來的何一致啊 根本就是首長制 第二個 第二個 大家安靜 安靜下來 安靜 沒有 我跟你們講 大家冷靜下來 好不好 我剛剛已經特別說了 麻煩尊重一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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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請大家發言的時候 不可以按麥克風來干擾 正在發言的人 沒有 我已經出來自主了 我知道 那個莊惠熊委員 你那個麥克風要關掉 你麥克風要關掉 我的氣力不是在干擾 我氣力是代表我要負責 好 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大家講好 議事要順利 順利進行 我跟你講啦 我客氣不代表我好欺負啦 大家好好講話啦 好不好 我們大家好好講話 現在是莊委員要問問題 還是我可以問問題 現在是 黃委員 他尋打的時間 所以我剛剛請莊委員 麥克風要關掉 黃國長委員 你講話我沒有干擾 是你那個教學 我要跟你講 好 謝謝 謝謝 這樣我知道 好 謝謝莊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議繼續進行 不好意思喔 在繼續開始以前 我想請教一下主席 請被尋的官員 在我在問問題的時候 等我把話講完 我沒有請你回答以前 請你不要任意插嘴 這個基本的秩序可以 可以守住嗎 我請教一個問題啦 請教主席 你問我可以請不要反質詢黃委員 沒有 那個我們質詢新事法裡面 所謂集問集答的話 那是要 詢問的委員來決定 還是主席來決定 還是我們要看情況來回應問題 我在這邊直接說明 因為今天尋打的人是發問的委員 那我要回答的話 那麻煩在發問委員他 問完問題之後 然後再由官員的官員來回答 一問一答這樣比較好 不然會一團亂到時候 都不知道誰在講什麼 對任何人都一樣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委 好 我們來看到大家關心的 NCE正義人物 現在上位了嗎 行政院士在昨天壓線 公布了NCE的委員提名名單 那麼現任的NCE副主委 翁博中不僅續任 還被指定擔任主委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民眾黨認為在這份名單上 可以看到 是毫無反省的民進黨 居然把禁電式逼案當中 通風暴信的翁博中 升為主委 四人名單 翁博中 陳炳紅 羅惠文 詹一連 現在都已經揭曉了 而立委願之 翁曉玲就痛批 對於身為官中天的幫助犯 還能夠繼續升官 真的看不下去 表示國民黨會全面封殺 NCE的提名人選 而至於在主委一度傳出 這個人選是劉博力 但是遭到媒體大亨強力的介入 NCE的主委陳曉翔回應 不清楚 看了媒體報導才知道 提名選是在行政院院長的權利 我們予以尊重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四個人選都相當的專業 就是這樣 那您覺得 就這一次被爆出有媒體大亨介入施壓 本來是劉博力 之後變成翁博中 這我也是看媒體報導才知道 這我並不清楚 當然不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NCC這幾年做的事情 我覺得已經完全失去 NCC存在目的 我們沒有辦法讓 這幾年 NCC亂搞的事情 再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昨天大家其實內部有討論一下 對有討論一下 如果說名單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絕對會全面的封殺 全面的反對 對不可能讓翁博中 對不對 這是一個言論自由快指手 關中天的幫助犯 還可以繼續當委員 甚至還升官當主委 這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翁博中 他基本上 不管在學經歷 還有在他過去 在領導能力的總總的表現 基本上我都不認為他是一個 適格的可以擔任NCC主委的人選 行政院他基本上提名這些人選 也沒有跟立法院的各個黨團 或是聆聽民意 那我認為這份名單 基本上是非常不尊重立法院 行政院公佈了新任NCC委員提名名單 不過也傳出是 綠媒大亨介入提名 藍軍質疑綠媒大亨是NCC的地下主委嗎 對於NCC拒絕提供禁電視的審照資料 立委陳耀祥在立院遭到 在野黨拍桌痛罵 但有關係 行政院公佈 新任NCC委員提名名單 包括現任副主委 翁博中 被提名新主委 台師大教授陳秉鴻 世新傳管系教授羅惠文 以及NCC平台事業管理處長 傳出其中人選 竟然是綠媒大亨介入推薦的名單 讓輿論大炸鍋 那你覺得媒體大亨可以這樣子介入NCC嗎 移民過程當中 各界 產業 可能都有推薦人選 怎麼會方法媒體啊 這個也都是媒體報導 所以我無從證明 網友狂紅如果綠媒大亨 可以決定NCC主委 以後叫黑道老大 找人當警政署長好了 還有人說這就像醫材廠商 決定要誰當衛福部長要笑死人 陳建元院長答應我 NCC是位借齊的委員 他要提名會先來跟在野黨溝通 你們名單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報紙上次寫說昨天要提出來 拜託 你是NCC主秘你要看報紙 沒關係啦 有這麼所謂東廠跟廢的主委 你主秘掌握不了狀況 所以你今天陳耀翔 你也打臉陳建仁嗎 請問未來的翁主委 他聽誰的啊 聽媒體大亨的啊 難道現在媒體大亨是地下院長 地下主委嗎 那這樣的NCC真的廢掉算了 裴委長管的禁電是 當初到底是不是高層政治力介入 才拿到執照 地法院要求NCC提供審照資料 但NCC竟然不給 在野黨火爆狂轟 什麼東西都不給 那這何意思嘛 根本就是首長制 第二個 第二個 大家安靜 沒有 我跟你們講 老資料給你們 為什麼通通不給 你不要 玩滑肉滑 逃避擺爛 那現在不願意給 裡面是不是有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他們不敢給 為什麼有電視台被關 有電視台卻能開 如果資料成為黑箱機密 民眾大悶 到底誰是獨立機關的幕後黑手 記者張柔慈 王志願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我來見到不適合 阿